这两个女生真是走了狗屎运 她们本来就是最好的朋友 结果又考进同一所大学 唯一遗憾的是两人性格迥异 美莎整日唯唯诺诺不善于交流 而小黛则是性格开朗积极活泼 今天是新生开学的第一天 小黛就和同学商量着要一起加入学校啦啦队 这时同学们发现了深厚的美莎 小黛积极地向同学介绍好友美莎 可对于同学们表现出来的热情 美莎却仅仅是低头微笑 最后同学失去地转身离开 留给她们单独的相处空间 今天有学长们组织的迎新晚会 几个人都不想迟到 于是早早地下楼做好准备 在几人赶往学校礼堂的路上 美莎突然看到杂物间好像有什么东西 于是好奇地走过去查看 赶来的小黛把美莎从杂物间拉出 用一张纸挡住了美莎的视线 可美莎还是看到了一栋的影子 小黛尽力地安慰着惊恐的美莎 并承诺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都会陪在美莎身边 随后两人急匆匆赶往晚会现场 李唐里已经坐满了同学 他们相互介绍着彼此 开心地聊着以前和以后的学校生活 在同学的招呼下 他们坐到了中间的位置 但此时的美莎还在不自觉地微微颤抖 作为最好的朋友 小黛总能第一时间给予安慰和鼓励 美莎总算稍微放松了下来 晚会很快开始 在简单地介绍熟悉后 学长们开始教大家唱笑歌 要求很简单 大家只要能够整齐画一就算通过 为了提高大家的凝聚力 学长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如果有人犯错 那么大家就要重新开始 一遍遍地练习 直到能够整齐画一 随着清脆洪亮的鼓声响起 学长们给大家做现场示范 歌声饱含深情声声入耳 歌词奋发激励聚聚入心 一时让大家听得发了呆入了谜 接下来就是新生的练习环节 随着节拍的响起 大家在磕磕绊绊中逐渐找到了感觉 尽管不熟练 但他们仍然在努力地尝试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可以一遍通过的时候 美莎这边却发生了意外 同学们发现美莎唱的根本不是笑歌 而是类似于颂读经文一样的声音 就在大家决定重新再来一次时 美莎却惊恐地看向门窗 学长也发现了美莎的一样 纷纷投来奇怪的目光 经她这么一折腾 学长们决定中场休息15分钟 小戴和美莎来到校园中透气 美莎担心回去以后还会影响大家训练 所以打算提前退场 于是小戴回去帮她请假 没想到礼堂里的同学议论纷纷 都说美莎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也都有了结束训练的打算 最终学长们为了大局考虑 驳回了美莎提前回去的要求 学长询问美莎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要中途回去 美莎却只是低头不语 三笨子打不出来个屁的性格 此话一出引来众人哗然 学长随即表示这种借口多么拙劣 她应该找个更好的理由 当小戴被问及相不相信这里有鬼时 小戴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虽说表情已足够敷衍 但还是伤透了美莎的心 这时美莎突然听到有人在唱笑歌 四处寻找无果后 她看向了天花板 美莎一阵恶心反胃 竟然直接吐了同学一声 最后在同学的提议下 美莎被撵出了礼堂 不放心的小戴随即追出 却没能看到美莎的身影 美莎呆滞地走在楼道内 身后却跟着一个同样呆滞的归影 小戴寻着哭声来到杂物间寻找美莎 可找来找去都不见她的踪影 就在小戴准备离开之时 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靠近她的鬼影 小戴却装作没看到一样扫尸一圈 随后快步离开了杂物间 最后小戴在天台找到了美莎 她正坐在天台的围栏上面 质问小戴为什么不帮助自己 原来小戴和美莎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 是因为他们都有阴阳眼 能够看到游荡在人间的鬼魂 但小戴不想成为人们眼中的异类 所以总是告诫自己 就算看到也要装作看不到 她不是不想帮助美莎 只是希望拥有正常的生活 但只有小戴能够理解美莎的孤独 所以总想着带她认识更多的朋友 还要谨小甚微地处理着美莎的情绪 她很累 她无法做得更好 但是她已经尽力 虽说小戴心里委屈 但当她看到美莎手腕的伤痕 还是面带微笑劝说她尽快下来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就在这时 一个恶鬼直直地摔在两人中间 似乎是要给这份感情画上句号 美莎说完以后 直接后仰从楼上摔下 等众人发现已然没有了呼吸 自此学校里又多了一个女鬼 几年以后 临近毕业的小戴再次来到天台 她依然希望美莎可以分享自己的快乐 小谭是医学院大义新生 这晚正在复习功课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文件 文件里讲述的正是医学院的传说 40年前 在医学院校庆的当天晚上 一个大义的学生车祸身亡 传说自此以后 每年校庆的当晚 她的灵魂都会回到学校 回到自己曾经的宿舍 而这个宿舍 正是小谭住的房间 所以每年的这天晚上 全校师生没人敢住在学校 就连保安也不例外 就在小谭惊魂未定之时 伴随着滋滋嘎嘎嘎的响声 一个黑影从床上坐起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和尚电脑才发现 明天就是校庆日 但后天就是期末考试 怎么会这么巧地赶到一起 但更加巧合的是 小谭睡的床铺 正是死去新生的床位 小谭有个漂亮的女友 两人的感情温婉细腻 任谁都能看出这是天生的疑对 可小谭偏偏是个木讷的大男生 对于女友的各种民事暗示 他总能巧妙地避开女友想要的答案 女友想着今晚会有一个浪漫的夜晚 小谭却坚持在宿舍复习到十点 坐最后的班车回家 真是个彻头彻尾的鱼木脑子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你们也是这样吗 下午的校庆仪式上 大家聚在礼堂宣誓 宣誓成为一名合格的医护人员 奉献自己的一切为患者福 仪式结束 所有的学生开始陆续离校 自己的室友也准备离开 平时熙熙攘攘的校园 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夜晚很快来临 看着胸前的校庆徽章 小谭此事感慨万千 因为他患有间歇性癫痫 虽然正在积极治疗 但随时都有发作的可能 如果这个消息被学校知道 他就可能永远也做不了医生 想到自己的梦想可能因此断送 小谭发疯似的锤打床铺 却不小心弄掉了校庆徽章 就在他俯身摸索时 原来是女友担心他会寂寞 主动过来陪他复习 看着眼前可爱的女友 想想自己渺茫的将来 小谭深情地抱着女友 他想给女友最好的生活 却又担心自己做不到这一切 小谭根本不记得自己 什么时候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十点半了 身边的女友已不见踪影 电话也没人接听 楼道内灯光闪烁 小谭试探性地喊着女友的名字 他慢慢地走下楼梯 这时冰箱门突然自动打开 吓得小谭差点原地投胎 他慢慢地靠近 猛地关闭冰箱门 并没有发生恐怖的事情 一个人的宿舍楼太过阴森 如果想象力足够丰富 可能自己都会被自己吓死 小谭快速地收拾了必须凭准备离开 可小谭竟然在床下发现了两枚徽章 一个是自己七十年孝庆的 另一个则是秀气斑斑 竟然是三十年孝庆的徽章 突然想到学校的闹鬼传说 他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可等他刚走出宿舍门 走廊里的灯光开始疯狂闪烁 强烈的灯光刺激诱发了他的癫痫症 他的身体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全身僵硬并开始不停地抽搐 小谭只能艰难地返回宿舍 一头栽倒在床上没了知觉 但小谭再次恢复意识 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两点 小谭的身体仍然没能彻底恢复 这时台灯突然熄灭 漆黑的深夜宿舍 小谭仿佛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这是一阵鬼叫传来 窗户外竟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鬼影 如果鬼影只是一直站着不动到也没啥 可他似乎正在来回走动 这时灯光再次开始闪烁 一个四肢扭曲的恶鬼走进了房间 还在一步步地向小谭靠近 小谭被吓得紧闭双眼 可等他再次睁开 宿舍竟然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 小谭艰难地拖着身体爬向门外 一寸寸地向楼梯挪动身体 可宿舍的恶鬼竟然又追了出来 四处寻找着他的身影 小谭尽量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摩擦 快速地爬向宿舍楼门口 眼看胜利在即 可还是被恶鬼听到了动静 恶鬼及时调整了导航方位 咆哮着冲向小谭 小谭的脖子不断地向双手施力 似乎要直接送走小谭 可就在这紧要关头 恶鬼衣服上的校灰掉落地面 看着校灰 两个人都想起了曾经的蒸蒸誓言 他们有着同样的梦想 但却因为命运的安排 让他们有了不同的人生 小谭也在这时念起了宣誓词 恶鬼突然松开了双手 他每年都回到学校 只是希望完成自己的医学梦 所有的不甘与执念 此刻似乎都被放下了 小谭趁机脱离了恶鬼 慢慢地爬出了宿舍楼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 小谭拨通了女友的电话 他向女友坦白了自己的病症 虽说无法兑现守护他一辈子的承诺 但他仍然希望能够得到女友的原谅 但女友真的在乎这些吗 房间内 恶鬼盯着自己的孝庆徽章 如果没有那天的意外 或许自己的梦想早已实现 已经四十年了 也到了该放下的时候了 爱情 梦想 人生 能有几人看得透彻 又能有几人活得明白 电闪雷鸣的夜晚 学姐走在阴森的理学院大楼 周围空无一人 死一般的沉寂让学姐汗毛倒立 理学院的牌子在风中枝下坐下 学姐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 学姐想跑 但是怎么也挪不动双腿 这是一只鬼手从上而下 贪婪地摸索着学姐飘逸的长发 闹鬼的传说还不止这一个 当年有个学姐没能顺利毕业 于是在毕业典礼那天 她穿上展示柜里的学士服 从教学楼顶跳下 就此结束了自己失败的一生 此后每年毕业典礼当天 都会有学生不明原因的死在教学楼内 还有一个老教授 因为心脏病突发死在教室 听说直至现在 老教授每天晚上都会出现 寻找当年仪式的药品 上面这些都是小米讲给同学的鬼故事 他们是医学院的大三学生 正在为自己的论文做最后的修订 而小米竟然忘记了带电脑 只能在一旁给大家讲着故事打发无聊 这位表情夸张 走为风骚的男子 正是小米的弟弟阿衰 此时他正在给女友录制求爱视频 这时姐姐打来电话 催着他尽快把电脑送到学校 可幼儿园都没能毕业的阿衰 哪里分的轻衣学院和理学院的区别 竟然来到了废弃李学院的教学楼 理学院的木牌就在眼前 就在你以为他会踩到东西时 阿衰直接超进到跳过去 虽说教学楼内破败不堪死气沉沉 但却一点都没有影响弟弟的好心情 当看到展示柜李的学士服 阿衰竟然还吐槽款式老土 穿起来一定很难看 走在楼道里的阿衰不小心摔倒在地 起身却发现踩到了一个药瓶 就在阿衰抱怨扔瓶子的人没有功德心时 一旁的教室门缓缓打开 伸出来一只鬼手索药瓶子 就在阿衰正要递过去药瓶时 楼道的另一边出现了学姐的身影 学姐不停地锤打着自己的胸口 阿衰准备把药拿给学姐 这时手机响起 原来是女友给自己回复的消息 阿衰顿时喜出望外 焦急地等待着女友的第二句回复 这时教授也出现在他身旁 立声呵斥把药给他 阿衰拉着学姐来到旁边 可学姐无动于衷 依然痛苦地扭曲着身体 阿衰决定带学姐去医院看病 就在这时电话再次响起 姐姐只是发现弟弟送错了地方 并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估计这次教授又会被气死一回 阿衰拉着学姐来到医学院楼前 等着姐姐下来拿电脑 随后阿衰向学姐吹嘘自己拍照很棒 可以驾驭得了各种风格 这是小米感到 打断了阿衰的炮鬼美梦 拿到自己的电脑后 姐弟两人匆匆分别 可小米不知道的是 学姐已经跟着她来到了医学院 实验室里 正在闲聊的同学看到了角落的学姐 可她对待女生并不像对待阿衰那么友好 先是诡异地扭动身体 随后便要冲向他们 危急关头小米感到 此时实验室里非常热闹 不但有跳舞的学姐 还有身边的老教授 三人蜷缩在房间的角落 小米赶紧打电话给阿衰 因为刚才交谈时 听到她提起药瓶的事 让她赶快送到实验室 没想到的是 阿衰早已把药瓶随手扔掉 扔的位置 正是李学院木牌的下方 当阿衰回来时 故意踩碎了地上的花环 女鬼突然出现 阿衰被吓得仓皇逃窜 多次尝试以后 阿衰终于想到了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说回小米这边 他们被两个鬼堵在了走廊中间 没成想这时阿衰闪亮登场 用一个药瓶轻松解决了教授的危机 学姐突然掐住了小米的脖子 两个女生早已被吓得双腿发软 阿衰却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随着闪光灯的亮光闪过 原来是阿衰用手机吸引了学姐 学姐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阿衰还非常及时地地上了手帕 随后阿衰开启了嘴炮模式 说自己幼儿园都没毕业 学姐能够来到这里学习 真的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 所有人都应该为她感到自豪 最后几人开心的合影留念 至此猛鬼大学第二学期的三个故事 全部讲完 简单地说一下 虽然电影在恐怖情节的处理上 没有让我们直呼我操的刺激场面 但三个故事里面却有很多 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 可能忍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喜欢恐怖故事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关注转发收藏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